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1月16日星期二 歡迎各位來到最新一期的健康大數據 仍然是我節目主持人Ryan 今天我們仍然請到這位趙波士 趙波士是非常出色的藥物的研究學家 同時他也是健康方面的專家和數據方面的專家 我們上個星期在說口亢繪揚 我們馬上請趙波士出來講一講 這個星期究竟會講哪一方面健康方面 健康相關的東西 趙波士你好 Ryan 你好 我們今天會繼續由口腔那裏 講之前的繪揚、菲脂那些東西 很容易就下了喉嚨 而喉嚨繪揚 喉嚨繪揚有很多因素 其中的因素當然就是食物敏感 甚至擦損了 吃了些煎炸的東西 下了那個位置 然後刺激了它 上個星期學習了 尾精都會弄到這樣的 酸的東西 沒錯 有四個人裏面 通常都有一個會癒癒 喉嚨痛都包括 但是呢 而那裏出了問題時 有很大機會 就是那些菌會乘虛而入 咦? 這個喉嚨痛 它都是屬於口腔癸的一種來的 很多時候 有機會就是那裏損了之後 那它發大 就有些其他菌 全部都是口腔的 那當然也有機會遇到 一些人有病毒 又可以傳染下來 你有傷口 喉嚨的傷口位 其實就不是太遠了 那就變成了可以在那裏出問題 例如起痰 在那裏會刺住刺住 有機會刺住刺住 刺住刺住 這樣就變成了 除了悴癒 還可以令喉嚨痛 喉嚨痛之後 就可以刺住了 刺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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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發燒 很多這些東西都混在一起 引快一吋 這個 都可以算是病發症 對 如果你說 賀陽 四個裏面有一個 那咳咳呢 有多少人試過咳咳呢 應該答分答 沒錯 那就是十個裏面 有十一個 因為自己雖然咳咳過 根本上就沒有痰 就這樣咳咳 其實有偶然我們說話 或者說到口水都乾 可能都會咳涼聲 這些都算是乾咳的 其中一種 沒錯 都是一種屬於乾咳裏面 濕咳就會有痰 大家都試過濕咳的了 可以是深和不深 然後就是一個叫做Peroxismo 就是它是一咳 就失控 然後咳咳咳咳 很久 然後 停不停 對 停不了 然後還有一種咳咳 變成在氣喉 那條喉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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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嗚嗚聲 那這個就是小朋友有 這麼恐怖 在喉管裡聽到嗚嗚聲 是啊 可能會聽到好像哮喘那種感覺 那個氣管 我用英文比較好 那個Airway Airway就是空氣經過的 Airway那裡發炎 又是有痰 是不是有點像 你說的氣管炎 沒錯 氣管炎 那有一種咳咳 就是連那個氣管都有炎症的時候 就會聽到嗚嗚聲 哦 英文就叫嗚嗚聲 嗚嗚 真的挺形象 是啊 我真的沒聽過 我自己沒試過 就說那個氣管會 聽到有點恐怖 覺得你的身體會出聲 會呀會呀 你沒試過 你當然就不知道 但是 是啊 幸好 不要試 試了 你會發覺 嘈喘氣 有些人運動也會 或者有些人吃了某些食物 對它敏感 那個氣喉會發炎 會有炎症 都可以的 但是還有一種 有五種咳 乾、濕、不停咳 還有那個氣管炎 那裡 四種 第五種 既然是 譬如你有沒有試過 因為工作上的問題 有時要很快 才會吸收食物 然後 然後 可能有些食物 可能有些油不太新鮮 就會有重複 就會覺得 好像 總是 抵抗食物 還有一陣子 吃了一些酸的食物 或者某些食物 還有一些胃酸 堆上來 就是 嘩 有沒有試過 胃酸到流 對 對 有沒有試過 這個我也有經歷 有嗎 這個 但我又不是吃東西 可能有時 我個人喜歡 晚上喝咖啡 很壞 晚上喝咖啡 就是睡覺 它不影響你 我喝咖啡 也不會睡不著 我喜歡 晚上吃完飯 就煮一杯咖啡 這個時候 可能這個習慣 又不是很好 有時 到夜的時候 睡覺 甚至說 有些牛奶 感覺 在胃上來 就會有些 好像 辣傷你的喉嚨 這樣的感覺 嗯 這個就是 這個是不是胃酸的導流 就是這樣 這個英文 如果美國的英文人 就會叫做GERD Gastro 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如果經常有 就是GERD GERD 不過英國人 不是用GERD 因為它串O Esophageal Reflux 有個O在前面 所謂GORD 噢 但是都是同一件 同一件 嗯 是的 同一件 但是這個就不會令到咳嗽 因為最多是導流 但是某些人 某些人 某些人 他們那些胃酸 導流時候 因為它有多種酵素 叫做PEPSIN 它可以上來 就是從上面 到上面 到喉嚨的位置 那裡 那個名字 就不是GERD 就是Laryngopharyngeal Reflux LPR 是的 我看這個資料的時候 看到一長串 不知道是拉丁文 還是我們這些 學醫 學藥物 這些 真是 看都看不明白 我們普通人 那你想想 咳嗽 咳嗽 那你怎知道這種咳嗽 是這類的 第一就是 如果我們很喜歡 咳嗽 那怎樣處理呢 其中一個 就是吃咳糖 咳嗽糖的問題 是甜的 喝杯檸蜜 檸蜜它酸 可以變成這樣 可以變成這樣 那有甚麼機會可以 另一方面 就是用鹽 鹽水又不酸 又不鹹性 可以用來朗口 你知道鹽 可以燒鹽 甚至肉 醃了它 它沒有那麼快 所以用鹽 重手也不要緊 朗口 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東西 其中另一種鹽呢 你先問一下 不是 我想問 鹽水可以 我平時咳嗽 如果有兩聲咳嗽 我就喜歡 多喝兩口水的死罐 其實是否也是可以的 水沒有消炎功效 以及它沒有殺菌功效 所以 你的菲脂 你想想菲脂 你都可以用鹽水 可以拿一下它 有些時候令它 痛那一下 之後就很快 所以 你的作用在喉嚨上 都是一樣 有些人 要小心用鹽 去朗喉嚨 因為它有機會 吞了下去 小朋友 另外就是 一些長者 本身的腎有少少問題 肌尼 如果肌尼有問題 就要避免鹽 血壓 那些 如果用這個方法 就千萬千萬不能 吞了那些 吞了那些水 沒錯 但是 為什麼會吞了下去 有些人 不夠入 不如 咕嚕咕嚕 那一下 吞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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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重要 是否要 先去廣告 好 廣告再回來 太投入了 我們繼續討論 鹽水 或者其他方法 可以幫助咳嚥症 我們回來再討論 廣告 好 無論是植牙手術前的檢查 手術過程 還是手術後的追蹤 植牙醫生 都佔有無可取代的地位 鄭潘奴取完牙科 植牙保證由有二十多年經驗 每月進行中植手術超過一百種 技術徵佔的審維信牙醫負責 更引進幼兒植牙機器人 提升手術準確並減少傷痛 現在單科植牙特價2500元 鄭潘奴取完牙科 650-589-8658-589-8658 世紀郵輪夢幻藍色多魯河 五星級郵輪十三天 瀏覽德國 奧地利 匈牙利 斯諾佛克 捷克五國 包舊金山 往返機票 郵輪升艙 上岸參觀 華人令隊 每人僅2999起 夢幻藍色多魯河十三天 3月10日保證出發 世紀郵輪彎區熱線 626-666-6999 626-666-6999 表哥茶餐廳 公祝大家新年快樂 表哥現成推出九折一位 每日早上11點至晚上9點 不論堂食外賣 凡需前消費門20元或以上 負現金可獲九折一位 表哥茶餐廳 人氣美食推薦 特色蒜香雞翼 正宗海南雞飯 焦牌魚湯米線 長瓶瓶木桶飯 各款大排檔精美小炒 食好東西來表哥 知名表哥茶餐廳 在39193CBOTOVA 電話5107139806 傳承中國文化京都藝術教室 全新推出古增廣堂 由擁有中國中央音樂學院 專業教師資格的 灣區青年古增演奏家 珍藝課堂創辦人 Sandy Lee授課 課程設定每週一班一堂課 每堂課90分鐘 十二週唯一學期 小班製教學 課程收費每人40元90分鐘 清常文化提供古增土 假古增假學習 逢星期六下午 在南三藩市395I10POTOVA 《青島日報》 《美西版總部》上課 報名查詢熱線 650-808-88888 《健康大數據》 《健康大數據》 快回到第二節 divides 《健康大數據》 否則 这些东西打断没问题 还有很多东西要谈论 我们刚刚讲的是盐水 你们也要想一下盐水何时用 有些人不识意用 但盐水是否比盐水更厉害呢? 在历史上薄荷是非常有效的 薄荷润喉 很多咳汤都用薄荷 因为薄荷是会止咳的 还会帮合胸痛 我不喜欢薄荷就这样了 如果你不喜欢薄荷 当然要加少薄荷 还有什么很重要呢? 在历史上还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丁香 丁香?这不是通常是煮菜吗? 煮菜是有用丁香的 但是除了在煮菜 在咳汽里面也有用丁香 丁香 那还有一样是什么呢? 第三样 那种 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万金油? 有 曼金油 曼金油 里面有一种叫做活乐油 活乐油是一种成分 在曼金油里面 这种叫做Cajeput oil 如何串呢? 就是Cajeput Cajeput oil 这种成分 放在那些 这些都是那些 中国里面那些 南边 就是我们说金边 那些位置 缅甸 那时候他们发觉 用那些香炉 放了Cajeput oil 可以止咳 功效很重要 哦 即是像焚香 那样 对 所以 知道了 曼金油里面有 都不知道 他们那边的历史 是否有些 祖先 在那里面 发现了 有这样的成分 这个有可能 这个咳 我想几千年前 应该都有的 这些东西 咳不单止 是十个有十个有 还有就是 咳 是存了很久 而 这个活乐油 其实是茶树油的亲戚 来的 哦 不过好味点 也是一个好东西 是好东西 不过它比茶树油 好味点 温和点 和针对性对喉咙 咳 所以 拉丁文里面 有前面的名字 Genus 是叫做 Mellaleuca 跟茶树一样 Mellaleuca 不过它后面 叫做 Kajuputti 这样就很不同 Mellaleuca 那个 全名 因为茶树 通常 Mellaleuca Orternifolia 这种就是 它们的前面 不再一样 应该是同属 或者是同科 Genus 是一样 Species不同 Species就是 Kajuputti 不同的 不同 虽然大家都有 对菌 对这些有效 但是 活乐油对喉咙 和咳咳 很重要 所以如果 你做一种 饮品 或者是 浪喉咙 是有 薄荷 也有 丁香的成分 跟着 然后 有些咳 就很适合用姜 有些咳 就不适合用姜 用不用姜 就很看你个人 因为我只做五种咳 其实是不足够的 差不多有五十种咳 这也不足够的 但是 我只是和我们 整理了 就是说 比较多人的咳 是属于这五种 对 如果是 最后我们说的LPR 你知不知道 有一种噴下去 就是 有一种叫做Baking Soda 如果你能够噴下去 令到 pH 减性了 很多时候 胃酸的毒气 胃酸的毒气 上了来 由上面下来 令到喉咙痛 用Baking Soda 可以解掉 那些人就会舒服了 舒服了 哦 即是中和pH 对 因为那种东西 上了去 就进去肌肉里面 硬住 咳住 嗯 嗯 但是Baking Soda 我想很多人 应该在家里都有 它就是小Soda 其实煮饭也是有用的 有啊 清理冰箱的 屁的冰箱味 垃圾桶味 那些 有些牙膏 就用Baking Soda 而那个做法 就是 做到它变成水份了 然后在那里浪口 浪口可以用泥炎 浪口 你可以用Baking Soda 浪口 就是用了它 也都是好像鹽水 就是Baking Soda 这个是小Soda 是 没错 如果有LPR的人 就会发觉 舒服了 既然舒服了 你就要跟进一下 究竟 你胃酸如何 你很多时候 就会用这些 这些情形 就会知道 那个人 例如我说 摆不摆姜 如果那个咳 比姜是好些 那你就会知道 血液循环可以帮助你 但如果它用了姜 之后 咳多了 那你就会知道 血液循环可以帮助你 对吧 根据病因的不同 就 浪不下姜 这些都是很似乎个人 但其实 你刚刚说的 这个 KGP Oil 那个活乐油 其实这种 是否说 其实所有咳 都比较适用 其实整个历史怎么来的呢 因为我们 我们有这些时间 可以慢慢谈的 历史怎么来的呢 就是由咳堂 大家就发现了 就是 有几样东西有功效 第一 可以放一些植物油 进去里面 那么 有时候 鼻腔 就有很多鼻涕 有很多东西 塞住在里面 不舒服 还有有机会倒流 第二样东西 就发现 还有一种成分 就是苹果胶 放进去咳堂里面 根本上就是 200 年 已经放进咳堂里面 就是苹果胶 当然 不一定要用苹果 做那个胶 可以用橙 其他类型的 其他生果 一向都是用这些 因为其实 这些胶质是从果汁里面 但是 为什么用到苹果 就是因为 之后 人类去了太空 在太空又下来 就发觉 咦 很多药 药性的东西 不太适合 上完太空 因为没有了地心吸力 身体不太习惯 也有很多年份 都有奥运这件事 有些人推到 身体很行的时候 就发觉 一般的东西 都不太适合 这个苹果胶 在胶质里面 就跑了出来 哇 原来 那么多人用了 都会好的 就是这个 上完太空 下回来 都是发现 不好意思 有些 很神奇 在太空下回来 都发现 这个苹果胶 在相对其他胶质里来说 都是最有效用的一种 因为 你上不上太空 人类始终都会老 始终都会有病 那你有病 当然是找 大家用开些什么 就用了 怎知发觉 去完太空 有几样东西发生 有些人上了太空 后 回来说 他的眼睛 看东西不同了 因为那个 没有地心肯定 你平时 他经过了 他经历了 整个人的身体 可能会有些 不同的改变 对 眼球不同了 比如 另外 就是 有些东西 是你 比如 消炎 或者止痛 不是很正确 因为 它本身的水分 可能已经不够 所以 开始研究 这些果胶 里面 有哪种果胶 跑得最出 原来是 苹果 因为 苹果 苹果有很多 含有很多好东西 在里面 苹果 都是水果 营养 应该是最均衡 或者是 最多人吃的水果 之一 是的 苹果有很多种 有蛇果 有青色苹果 有红色苹果 有黄色苹果 我未见过蓝色苹果 苹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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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好的东西 但是苹果醋 虽然对身体 有些人都说 对身体 喝了一对咳 苹果醋也是有益的 是有益的 但是你想想 我们之前学完的口腔 我们知道 对牙不好 对菌在口腔也不好 如果我们已经有机会作病 或者喉咙有个伤口 我们就不要用苹果醋 对 苹果胶 苹果胶 和製造糖 来做这些 咳糖 那个胶質 那些果胶 竟然可以润喉 润喉保湿 保湿润喉 所以这个 当你用 如果你做一个 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做个苹果胶 丁香薄荷 饮品 加不加姜 就随得你的 是的 那不够碰到 真是 好碰到 全部很自然咳嗽的东西 都在里面 而且你现在可以慢慢 喝几口 又停下 又喝几口 又暖着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 这些配方 很多人就发觉 哇 原来它可以 例如小孩子咳嗽 长者咳嗽 喝这些东西 也好 这个又真是 但是其实 不同的 比如我们说 薄荷 丁香 姜 这个就加不加 没所谓 但是其实几种东西 会不会加在一起 那它们里面 有一些化学物质 会起到反应 反而会令到 功效 其实又 有些差别 或者是这样的 那个 咳嗽 咳嗽 就是可以用薄荷 丁香去治的 还有如果你闻 在空气里闻到 这个活落油 那活落油 如何令到它 在空气上揮化呢 就是要用一种叫做 Diffuser 英文叫做Diffuser 就是插电的 不是在那个 不是在那个 叫做Humidifier 经过一些水分 噴出一些毛剂 不是这样 是要令到油 只是直接揮发 那你闻到呢 你闻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 整条气都比较顺 嗯 那种应该是 类似香氛的感觉 就是直接揮发一些 油性的东西 让它散播到空气 就不是用一个 溶剂的方式 对 是很快的 任何人在咳嗽 你一做这个 你会发觉 哇 就是全部都减低了 对 但是你始终如果是 刺住刺住 那种咳嗽 那你就要 除了Cajiput 还要加上 刚才我说 喝的薄荷 薄荷丁香 薄荷丁香 但是苹果胶 为什么要加上去 就是因为苹果胶 会令到丁香 和薄荷 黏住后裏的位置 你处理了 喝了下去 又没有 又要再喝过 但起码它潤住 搭住 那种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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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这样 在你需要治疗的部位 令它可以 停留下去 令它有效的成分 是的 然后你知不知道 苹果胶 它的承受 热冻很厉害 因为就算做苹果胶的人 都知道 要热到它很热 差不多 把苹果都放进去 去掉核 去掉心 那种咳嗽 那种咳嗽 就要令到苹果胶的胶質 剩下它 你基本上去掉其他东西 是的 那种咳嗽 那怎样令到那种胶質 会那么多走出来 就是靠煲 那你知不知道 做完之后 你可以放入冰格里面 它会受冷 即是受冰 可以等待的 这种咳嗽 是的 平时你不舒服 等几粒 下去的湯 等几粒 直接喝它 那些 这些都是很有效 对照 那时候就可以 在冰格里拿出来用 是的 它是一种物料 本身 所有苹果都有 但是 如果你煲过它 你就可以令到 那样东西 特别 多存在 那你会觉得 它做水的苹果胶 你会感觉到 它是稀一点的 绝对不像醋 绝对不像苹果汁 因为苹果汁是很水的 很稀的 那种你会感觉到 好像稀一点 好像蜜糖 比蜜糖 即它的细度 是稀一点的 好 我们回来再说 苹果胶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先去一去 讲一讲 时刻有你 一路有我 分秒精彩 星岛中文电台 你不正收听的是 星岛中文电台 粤语台 田木琳牙医博士 全美首个引入两台 Yumi机械人技术 力辅助中植牙的先驱领导者 Yumi支援微创手术 帮助患者减少出血 减少疼痛 伤口加快预合 在美国食品药物监管局 唯一批准使用的智能机械人 一次性完成 笔牙、直骨和种植手术 大大缩减4至6个月的时间 想了解Yumi智能种植 欢迎联系 湾区专科种植及矫正中心 五间的诊所 电话510-939-7246 510-939-7246 510-939-7246 为肉五金 各种装修材料应有尽有 合太兴产品价格超便 七天营业 我们揭尽所能提供全天候服务 无处令你家居 患言一身 价值大声 合太兴电材 全新广播模式 由1月以后开始 下午2点之后的节目 将转为网络播出 收听方法有三种 分别是手机APP 星陶TV 星陶WiFi收音机 和星陶网站 Android手机 请到Google Play下载 输入SINGDAO TV 苹果手机 请到App Store下载 要购买星陶WiFi收音机 原价88元 现在退出 挑优为预购价 只要43元加税 请职致电预购 650-808-8888 2024年1月1日开始 为你带来更清晰的 立体声网络广播体验 由星陶日报 星陶中文电台主办 安乐居特别赞助 两者集体广场舞大赛 上月2月17日下午1点 在西洛西飞扬艺术中心举行 欢迎55岁或以上 爱舞蹈者组队参加 冠军队伍奖金800元 参与星岛花车队伍 出席三藩市农历新年游行 请进五分钟以来 参赛影片 发送到 stv.event at stintow.tv 查询二线650-808-8888 贊助机构飞扬艺术段 高达 obedient 平时 线路 贊助机构飞扬艺术段 亭通知 体验通知 空这两天 空这一天 暴力 空这两天 上的水域 chap于补 健康密码 好,回到第三节的健康大作举 来,快点请自博士出来讲讲苹果胶的东西 Hey, 自博士 Hello, Hello Ryan 刚刚我送给你一个音学大学 这个音学大学在Iowa 他们讲的是苹果胶 它有讲胶,针对苹果皮的胶做出来的东西 可以令口水丰富 而口水丰富在口中可以令声音更好 这个是Voice Academy 因为他们发觉人们用声误得多 或者喉咙声大 有点像你之前说 我们上两天说到口肝 如果抹开口睡觉的口肝 会令牙齿不好 唱歌会令口水多 其实音乐学校每个人都唱歌 苹果胶也可以帮助口水 或者是口肝实尽的东西 对 没错 这个湿润理念 如果你加上薄荷的东西 凡是有损 最大问题是损起来 很大机会有secondary infection 就是一些菌乘虚而入 进入里面之后 可以搞成一个多两个月 如果你是普通人 如果你经常要表演 要用一把声 你就无论中刮起来 万一你胃穿到流上来那种 还有毒气 由上面变成LPR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好 喉咙声不需要 喉咙声带 很多东西 对不对 他一难有那个伤口 他可能始终口刊 都是人类比较常用的一个地方 可能继续一直有伤口 他就很难能够好 如果你用得多的话 所以这种地方 当他经常要用的时候 他们会用什么 他们就马上说出来 就是苹果胶 就是对这个 这一样东西达上去 所以从卡堂历史 到音乐学校 都会看到 原来那些人经常用声音 那些 他们用什么 因为很多种 外面坊间的方法 或者叫你 你可以说 喉咙通 不要说那么多 便可以 他不可以 他一定要表现 所以这个 Pactin 是一个很特别的 你如果知道 它的用途 在很多 譬如做咳水 这些 你会发觉 原来他这样 自己做出来 那就可以用一样的咳 嗯 其实说自己 在家製一些 苹果胶 其实都是 可能 比如你咳咳 那时候 你甚至都不用出去 特地买咳糖 就吃苹果胶 那可能 甚至又加些 冰箱 薄荷 炮的水 那都是 可能更好 过出去吃 买咳糖 或者看医生 对 你看到 医生 有医生的用途 咳糖 也有咳糖 但是咳糖 是不会帮你补水的 因为咳糖 你含着它 你在吃咳糖 你会觉得 润耐一点 就不要喝那多水 刚刚就相反 是的 但苹果胶 自己制造出来 是一种水的饮品 那你就会 无限中 让自己喝水分更多了 水分更多 为什么水分更多 会令到可以康复呢 因为那些菌 如果有Secondary 或者Initial Primary Infection 就是有了 有个炎症 有菌在那里 你需要 你需要 身体去排走污染的东西 是要靠洗走的 不够水分 那病 就会 搞来很多 而且有时候 会搞到坏了 不够水分 有些病 是会 手尾长很多 是的 其实真的 很多时候 你有病 家人都会想 多喝点水 其实都是 有助理 应该要 记得 用盐水 苹果胶 我现在知道了 另外就是 拆多些牙 通常你不会觉得 如果我不舒服 拆多几次牙 但是 如果平时 拆三次 应该变成四次至五次 应该是 口腔 口腔干净 便少了 机会有Secondary Infection 第二 应该是乘虚而入 我们在说 病从口腔进入 就是这个道理 很多细菌 都会通过口腔进入 如果 浪口 保持口腔清洁 都是有效去防止 这个是二次感染 是吗 对 没错 没错 二次感染 另外 苹果胶 亦有个历史 就是在德国里面 他们针对 chronic cough 即是长期整天咳 整天咳 就发现了 苹果胶 针对这件事 也是有个历史 就是用苹果胶 去医治好其他人 是一个什么历史 即是整天咳 他们会在历史里面 用苹果胶 来针对这件事 就是因为这样 就发现了 有些咳 是苹果胶帮不了的 什么咳 就是心脏病衰竭 那种咳 肝咳 再加上一躺下的时候咳 有机会是 那个叫做 heart failure 就是其中一个 symptom 为什么喝苹果胶 没有用呢 就是因为 因为如果你躺下 那时候 躺下的时候 喘气 觉得不够气了 躺下了 当然躺下 躺下还是这样 原来有些肝咳 凡是躺下都会这样 你要去看看它 哦 这个是心脏病 所以是一个 正如是一个 精兆 一个现象 是啊 没错 这个 这个 有些人说 不如咳 咳 咳很闲 咳很闲 不是所有咳都很闲 嗯 即是说大家 都要 讲一讲 又有些恐怖 即是说 一旦有些咳 咳 可能会不会觉得 在哪里有些病 那里有些病 咳 咳是其中一个症状 可能又会想到 我一咳就立即去看医生 其实又不是说 一定是需要这样的 不一定是这样的 不一定是这样的 不过你要很清楚自己的 咳因素 我讲多些例子 有五十多种咳 其中一种咳 就是你运动完之后 就开始 即是一哼的声音 好像人家吹BB 很高声音 但另外 有些人 你放一只猫 在他附近 他都会变成这样 放一只猫 对 因为他敏感 对猫无敏感 对 那他就会 那你说 他不知道 为什么他进了房间 一个小时内 接触了一只猫 就会这样 有些人是对猫无敏感 就会 一个小时内 可以变成这样 那你说 可不可以离开了 可不可以一个小时后 康復了 那种人 有时候要两三天才康復 即是说 一旦有这个症状 就需要两三天 也好 也好得上 是的 有些 咳都不停 是的 所以咳 咳 我们要知道 就是可大可小 而且每次咳 打一次 咳 都是很刺激的 身体 是的 对身体 可能不太好 不好的 因为那个震动 肌肉 是的 但是 我之前听说过 这个不是咳 咳 咳 因为人们说 咳咳一定是 咳咳 因为咳咳 会牵动 整身的肌肉 咳 咳 也是上次 但是咳 咳 不太重要 是的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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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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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咳 咳 有些 药 吃了会令咳咳 有些感觉 有些drunk induced cough drunk induced cough是什麽呢 譬如有些对胃药 某些胃药会这样 有些对神经药也是会这样 有些血压药也会有这样的 这些叫drunk induced cough 如果你见到我们医生的 你刚刚咳嗽 吃了那种东西 或者开始吃的时候 就会开始咳嗽的 那你要跟他讲一下 譬如什么class 有一个叫ACE inhibitor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这个是血压药来的 那变成你吃了它 很多时候那些人有这个叫做 吃了之后开始常常咳嗽 常常有这个咳嗽 最好就是告诉医生听 就是说我有这个 就不要去喝着苹果胶 顶住先 因为虽然苹果胶在德国 发现对chronic cough 但是chronic cough 如果因为吃某种西藥 你可以跟医生说 它可以换第二个 那比你更好 有东西要做 好 那我们先讲到这里 一会儿再继续讲一下咳嗽方面的东西 光大新庸海味店 新年好礼大赠送 回乡探亲首选花旗心 惊減 98元6磅 购物馆100元 送回10元给你 再加送发财礼士工 三樊少华埔都办街 1122号光大新庸海味店 祝你龙丁虎猛郭肥年 凌智丹成分新贵 含100% 破掉凌智加尔精华 凌智多团体 冰重下授菌丝精华 特性胶 对人体健康好用帮助 我请信赖凌智丹 建构凌智丹送食味陶瓷餐局 订购电话 650-952-8833 嘿 新年快乐工作室 有什么好吃又便宜的东西 当然是自用和送礼家宜的 金华芋头蛋黄酥和金华绿豆糕 芋头蛋黄酥 芋头蛋黄酥 真是好吃 绿豆糕 清香暖满 尽天然丰富维他命D 雙礼盒包装 密超所食 金华芋头蛋黄酥和金华绿豆糕 只限多家classical business center 有得买 金华绿豆 正 理想生活 要多点颜色 无论任何颜色 材料 价格 逢年都可以帮你 顾客可游览我们的网站 sarehomedecor.com 预约在店内滑网上体验 属于你的免费3D厨房设计服务 再配上我们代理各国名牌 厨房浴室 家居产品 知识生活 游此起 欢迎光临屋伦 南三藩市 Denford Clara 湾区市间分店 商业团队 为你服务 童年家居建材 为美满家居 天色彩 喂 搞什么 方家妈教好部商机 收听星岛中文电台 拎来拎去都不清 AM是差不多的 想清晰收听星岛中文电台 当然是买部WiFi商机 设定了 方便长辈全屋 每个角落都可以收听 我呢 就喜欢用手机APP听 想星岛中文电台网页听又得 YouTube声电视 还有得看 对啊 全方位24小时立体声广播 不用再忍受 直视沙沙沙的单声道 耳朵舒服了 星岛中文电台 新闻报导 茶春YFi收音机 请电650-808-8888 650-808-8888 星岛中文电台 时刻有你 一路有我 分秒精彩 健康大数据 会为大家一一解破 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 好 回到最后一节的健康大数据 继续请出赵博士 赵博士 我们继续谈一下 咳嗽方面的历史和知识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 有些药物都会引发咳嗽 但是这一件事 就不是苹果家可以搞得好 是的 因为搞不搞得好 就很过人的 第一 就是你会发觉 帮到 因为是chronic cough 但是我就不喜欢用这件事 来处理 因为这只胶布 只是暂时性 譬如有只胃药 很出名的 有一百个人 有两个人 是会因为它而咳嗽的 叫做Omeprazole Omeprazole的 chronic coughing 会 刚才说的 Ace inhibitor 也是会 如果你有这些东西 为什么不换一换 或者跟你医生说一说 我以前没有的 但是懂得开这些东西 有点咳嗽 对不对 大家讲开了 这些东西 有得换的 甚至会不会吃少一点 或者会怎样 你总之公开 就好过收起来 如果你用苹果胶 就是收起来 变成了 不要收起来 第一是这样 第二 你知道有些人 是 控制不了自己 去饮料 这个叫做Urinary Incontinence 和咳嗽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有一种叫做Stress Incontinence 就是当它有动动 例如笑 打痴 跑步 举啞 甚至咳嗽 就会 放多种压力 到膀胱里面 就会搞到漏尿了 那么这个呢 是的 这个Stress Incontinence 就是 和咳嗽有关 所以咳嗽有 就是你有很多东西要看 但是你说 我弄成这些东西 烧痴 打痴痴 我就会这样 所以我就不喝那么多水 有些人是这样处理 那个情况 就会搞到自己的身体 弄坏自己的身体 是的 是的 哦 这个其实 也都是 但它不是说由咳嗽引起 它也是由咳嗽引起的 它有些弱在膀胱里面 就是好像 譬如你和我 如果有些事情 我们做不到 现在做不到 十年后更加做不到 二十年后更加做不到 所以我们要注意身体 如果你留意到 因为这些 大家一起聊天 你会发觉 哇 底褲 或者哪里 凡是有这些东西 就会 要看看它 有些运动 可以做 是加强自己的膀胱 那些位置 让自己不要咳嗽 或者笑 或者打痴 就会漏尿 这个很重要 是的 其实也是说身体有这一方面的状况 当然就是要去提医生 但其实 如果只是咳嗽的话 又不需要太过紧张 如果咳嗽 令到身体有其他方面的症状 那可能就不正常了 是的 甚至有些人去到小便 少不了 即是去到小便 都只剩下一些 这些呢 开始是这样的 之后膀胱有些软弱 之后 你很多时候就说 什么时候开始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 有些咳嗽感 去到牙医 告诉你咳嗽 其实一早已经咳嗽 只不过是大家看不到 是 症状出来 其实都已经是 不是说初期 很多时候是 有问题 但是真的反映到 身体上面或者外面看到 其实就已经是 都需要去看医生 就不可以再拖 是的 很多因素 有些人小便 发觉要少两次 为什么要少两次 第一次不清 那他就会花多小时间 少两次 这个叫double voiding 就会让他去掉 因为他有些尿管发炎 或者其他东西 这个又是一些技巧 当你不说出来 大家就不会去谈 不分享 是的 是的 好的 今期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都很发散 但不要紧要 是好事 因为都是健康方面的信息 大家都是 知道一些好些 好 那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再跟赵博士聊聊 我们就说些什么话题 那我们都是下个星期 同样时间再见 赵博士 好啊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亦都是跟各位观众 说拜拜 同样都是 下个星期再见 观众 aho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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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